九零后杭州小哥,靠完沙子玩上央视春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一说法在前几年似乎还略带贬义近几年,却像是打了翻身仗颇有潇洒之,风毕竟比起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孤注一掷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实在是太难得了,不是内心强大之人恐怕做不到吧,但方浪浪就做, 到了他沉寂在沙画世界,里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就将自己的沙画作品从工作,施班上了央视春晚舞台,他是谦逊之人登上春晚本是无比荣耀之事,锤一辈子都不过分他却语气平平地说,那不不起眼的沙画MV是我和另一位老师一起画的,他眉目清秀本可以拼颜值,却愿意埋下头, 去安静地画画,而他的头上也不止春晚这一个标签,他画过大画稀有,人民的名义,围攻和行动,也画过张国荣,科比,抽杰伦,作品曾被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大V转发全网视频,点击超2亿二更军细问之后才的知方浪浪 原来还是,92年生人2014年,才开始自学沙画年少成名一路顺遂旁人都暗现不已,艺术这种是很多人图有兴趣,却不得其门而入,只得用努力捕捉另一个,维度的短板方浪浪却是天赋和努力兼具,用老话说, 传统沙画偏重写迹,他的沙画则更倾向于写实创作一幅作品,往往有两三个小,十一盘散沙在他手里显现出名语案的对比光与影的关系 可惜的是,沙画稍纵即使用双手创造出来,那不一会儿,就得用双手抹去一幅扶作,品中间的转场处理,都包含艺术感手指被比杨沙成画看的他的作品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用沙子画出来的 精细到身上的褶皱和眼神的定格,原本平淡无奇的沙图,也似乎有了灵气画,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他人见山是山见沙,还是沙但他眼里是沙心中有,画单单靠着一块板,一盘沙就可以讲述动人的故事 如果没有遇见,沙画,现在的方浪浪或许已经如父亲所愿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但他又何其幸运?